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前几集说了几个寻党而亡的青年男女 共党标榜的英雄 其实这些愣头青就是忘了本 魔咒一上头就找不着人性了 然后就发了疯似的作恶杀人 结果个个遭了县世宪报 给共党做了替死鬼 就像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回忆澎派时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 他靠着理想活着工作着 最后也为他而欣然死去 和澎派们一样 很多为理想去了延安的人 实际都是空想家 盲流 活在党化的饼面前 结果饼没吃上就走了 您说 这不倒霉催的吗 夏明翰那集 我们比对了刚被他亲爱的党枪毙 或打了毒针死去的赖小民总裁 有篇文章叫《赖小民死!全国优秀党委书记》 等连串称号难抹去 您看这有多讽刺 也正和七世大官揭露的造假英雄们吻合 话说回来 老赖的出身和青涩时代 丝毫不输那位24岁还一米三五高 43斤重的女大学生吴花燕 还有刚刚饿死的那位B站up主 老赖一个共党吹嘘的江西老区瑞金的乡下孩子 活在七八十年代 家庭年均收入13块人民币的特困户里 讲起来一样催人泪下 不堪回首啊 可二十年过去了解了党的兽性 他也努力变成猛兽 就完全忘了自己农民出身 最终党妈兽性大发 吃掉了他这颗细胞 看官 您可以算算 我们讲的共党知名死人里 农民占比有多大 今天这集节目 咱们暂缓表现那些个所谓英雄 插播一个电影题材啊 也是和农民有关联 老顾客都看过我们做的 荣登共党仇恨榜的四大恶霸地主 刘文才 黄世仁 南霸天和周八皮 但中国人被洗脑多年 这四人远远不够彻底改变大家对地主形象的认知 因此这期节目让我们继续告诉列位地主的真相 讲讲颠覆共党史册的纪录片《暴风咒语》 节目开始前 请忘记订阅本节目的看官 点击屏幕上出现的这三个提示键啊 谢了 好 书归正本 周立波创作了小说《暴风咒语》 描述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 还被当成土改教科书 数十年来广泛流传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小说《暴风咒语》被拍成同名电影 反复播映 进一步对国人洗脑 到2005年 另一件事发生了 与周的小说内容完全不同 但片名相同的纪录片《暴风咒语》问世 这是两位创作者蒋岳、段锦川 经过数月的详细调研 在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 深入周立波小说《暴风咒语》发源地 《黑龙江省》上志市 上志市原名诸和县 因共党纪念自己的英雄赵上志而改了名 现在是哈尔滨属下的县级市 这二位带队到那里的元宝镇元宝屯进行拍摄 历时一年完成了片子 但蹊跷的是 迄今为止这部纪录片只供应过三次 是什么原因导致影片仅仅供应了三次呢 导演蒋岳在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的 发言中这样说 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调研的时候 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的话 不是不信任 是因为我生活在60年代 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关于这件事的教育和现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 当然 现在还有很多人跟我说 土改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事情 它已经过去了 定论了 还有一些学者在做更新的研究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观众 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 我做好的第一版在云南影像市放的时候 有一个60多岁的人跟我说 如果我相信你这个片子 那么党史就得重写 据共党史料称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到1946年初 北满省委组织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 开展反坚清算减租减息运动 1946年5月4日 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简称五四指示 决定从战时的减租减息 转向以反坚清算退租退息的斗争方式 说明无地少地农民要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 东北局随即决定放手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改革运动就此开展 随着国共内战的发展 到了1947年 共党政策又一跳跃 转向了十分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不具体规定划分农村的阶级标准 又全力反对右倾的情况下 大力推动没收和评分的做法 如此激进的政策下 当时实行土改的农村几乎全都发生了乱打乱杀的残酷血案 直到1948年 共党开始纠偏 混乱局面才得到控制 作家周立波是在1946年9月来到黑龙江省珠河县元宝村的 他当时就任区委副书记 负责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运动后写成了小说《暴风咒语》上下卷 小说上卷描写的是《五四指示》下达后到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前 袁茂屯就是元宝村 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斗垮恶霸地主韩老六打退土匪进攻的故事 下卷描写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 共党领导土改运动进一步深入的斗争情景 1961年 北京电视制片厂将周立波的小说改编成了同名故事片 由谢铁离导演 在小说和电影中 韩老六 杜善人和唐抓子等土地所有者被描述为 欺压百姓 奸华凶残的坏人 按照共党的说法 土地改革运动使它扎稳了在广大农村的 统治基础 巩固了根据地 并且掌控了大量民力 物力来支持战争和建设 而暴风咒语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 周立波的小说和故事片《暴风咒语》的演绎 和蒋岳段锦川指导的同名新闻纪录片《暴风咒语》大大的不同 列位都知道 纪录片的铁则就是记录 不可艺术加工 编故事 所以蒋段二人通过亲身采访元宝村老人们的回忆 加上穿插了来自当时国民党中央新闻社 共党的新闻片《民主东北》《伟大土地改革》等片段的真实历史镜头 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周立波编的故事 和以他的文艺创作为蓝本拍成的洗脑故事片了 那么二者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周版的《暴风咒语》中共党工作队员这样说 受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 就是苦大仇深 非常穷的人 所以是最明确的团结对象 但几十年后 蒋段版的纪录片中 农民刘福德却是另一种说法 有些人品质不好 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 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 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 还有一位后来到某市党办工作的前土改工作队员 说得更直白 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 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好吃懒做的人多 对于这样的人 当地人称为二溜子 看官 这可不是阶级敌人抹黑啊 是党的自己人说的大实话 这些二溜子在共党的煽动和培训下 很快被激发了仇恨 明白了地主怎么剥削人 随后开始了血泪控诉 于是您就听到周版《暴风咒语》里一个声音喊道 由此开始了对地主的血腥打杀 说到打杀 不可不提到周版小说和电影《暴风咒语》中的地主形象代表 韩老六 电影镜头里 土改队员找到租众韩老六家田地的郭孩子 现实中的真人叫郭长兴 窜对他斗韩老六 这熊孩子是这样回答的 后来被采访的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 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 穿长布衫 拄着棍 个子很高条 走道板板整整的 而周版《暴风咒语》里 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但却被表现成奸华贪婪和凶残的恶霸 不过据称两家的确有所谓阶级仇恨 然而 真实的韩老六到底啥样呢 这位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由老百姓选出的韩保长 在讲断纪录片《暴风咒语》中 老人们的回忆却完全两样 农民高凤彤说 他记得韩老六家穷不搂嗖的 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 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 放学回家没啥事 做点衣服给小学生做操衣 和周版故事片里住大房子满屋珠宝的生活截然不同 村民旅客胜的记忆是 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 高矮有棚那么高 唯一值得称到的是有点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 一个被采访的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 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您瞧 老百姓说的和共党仇恨宣传差出多老远 连国骂都用上了 采访中提起韩老六的话题 一下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 村民高凤同打从记事的时候起 就注意到那些有点名的地主 比如李兴广 贾明旗和刘罗锅子 虽然家里有车有马 但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咱两个钱就买点地 咱两个钱就买点地 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说得更惨 他对地主们一块豆腐隔两半吃两顿的景象印象深刻 是豆腐很贵吗 东北可是盛产大豆的地方 老刘说 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 他还记得 一到清早看见地主 撅着棉裤 撅着棉袄 腰里扎个绳子 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前地主李茂修 这会儿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了 不再是地主了嘛 尽管还心有余悸 声音还有些低沉 我苦苦挣来的 省吃俭用 没有偷 没有抢 没有劫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杀 分财 抢地运动 甚至让共党土改工作队的年轻队员于阳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 以他的常识和认知 刚开始他也想不通 地主们也有劳动啊 干嘛对他们这样 分他们财产 分他们的土地 后来他说 他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 他才受了教育 什么教育呢 街机仇地主恨呗 显然 如果没有共党的指点抹黑 农民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东家们是在剥削人 他们是这么回忆的 人家到时候产地产最累的时候 割地割最累的时候 那也真是靠劳 农民流徒都用自己朴素的语言 试着这样总结了这段历史 只能说地主啊 富农啊 比一般人能宽裕点 这是真的 也得去劳动 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 不过你可以想象 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 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下面 我们就接着老刘的话说到残酷的历史 共党改变这种两极分化的办法就是斗地主 在刘福德看来 那场针对地主的运动真的是挺残酷 年轻的李茂修一夜间被划成地主 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 房上院里 街上竟是人 对他指指点点 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然而 这还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 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了 按共党的话说 更多的时候群众已经运动起来 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 有时候 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 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 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 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 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的批 最吓人的场景是 很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毙 据老人们说 有时候元宝村和乡邻的钢铁村会两家碾 东北话就是比的意思啊 你避一个 我也避一个 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 而他们合并之后居然还争辩说 在这个运动当中 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按照共党进步落后的概念解读 没太落后 就是我没比你少杀人 看官 您听了这话不迟冷吗? 老人们也回忆起了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 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 高凤彤记得 他能听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 晚上整宿整宿地传出打骂声和呼救声 然而 在周立波创作的小说《暴风咒语》中 他并没写下这些 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 不过有人回忆说 副书记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 简单的表个态 某某是吧 可以斗 您别看这么几个字的表态 那年头 以他的共党运动领导身份 他指定可以斗的某某 谁能证实后来在被斗中没被打死呢 按现在的话说 那无异于间接杀人 所以他不敢也不愿意在自己小说中留下文字把柄 回到运动 斗完了地主 那些二溜子们和普通农民 分得了地主的财产 讲断版的纪录片显示 不少人还记得分完土地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 据元宝镇所在上志县的县制记载 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表示多少倍的愿望实现了 但这还不算完 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 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呀 于是乎砍挖运动又开始了 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 牲口 被子 衣服被没收 分配给需要的人 一个农会干部记得 他们提着棍子 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 挨个审问 土地 房屋和福财要全部交出来 那时候赶着大车爬里半夜去别的村挖福财 是常见的景观 后来农村被扫空了 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 那年冬天 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 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里 周版的暴风咒语 还描写了丰厚运动成果中的分马一幕 这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进中学课本中 说参加过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 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抱着哭起来 因为一辈子没见过 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一份统计显示 土改前 元宝村和邻村共有七百户 土改开始后 在镇东门外被枪决的就有七十三人 这些被杀的到底犯了什么罪 高凤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 咱也撒点谎 大罪话小罪呀 坐在轮椅上的刘福德对着镜头感叹 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 那是暴风咒语 不是小风小雨 必然要伤人的